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雖然未有因港獨言論判刑的先例 但按照香港公安條例第三條 警方如果合理相信指示任何旗幟或者條幅 相當可能會導致或引致破壞社會安寧 就可以禁止展現這些物品 任何人在警方禁止之下 堅持展現這些物品即屬犯罪 最高判監兩年 文章作者又看到 雖然國際人權公約所有條文 已經納入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但條例第十六條已經定名 原諒自由可以因應國家安全或社會秩序 予以限制 本黨的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丹家驊就相信 如果以公安條例第三條入罪 就需要證明展示的旗幟條幅會破壞社會安寧 如果在場所裡有人展示一些旗幟 而這個展示旗幟相當可能導致或引致破壞社會安寧 警方可以禁止 但是現在說中大的情況 我相信未必有證據顯示 令人權雙方可能會動輒或引致破壞社會安寧 所以在這方面我得到民主題適用 聽說香港的刑法執行根據《一國良制》和《基本法》 廢本港自治範圍 希望內地傳媒專載本港執法機關就自主 另外中原諒新亞書院院長或買政法公開信 免賣推評新亞書院學生 中大前學生會會長周樹峰 同內地生在文化廣場口角 以粗言畏語辱萬內地同學 同以不當語言侮辱國人 行為粗暴惡劣 他深表遺憾 並予以嚴厲譴責 新亞書院和大學學生紀律委員會正調查事件 新亞書院學生會就批評黃乃正 未通知紀律委員會委員 就私自展開調查程序 又公開同學傳名 無視紀律委員會規條 質疑黃乃正受其他壓力影響 急於展現姿態 順利電台介紹一份證明報道 教育大學繼續調查 有人在民主場張貼皮諾教局 顧局長蔡若蓮 和冒犯已故諾貝爾和平 獎得主劉曉波 和他妻子的海報 教大學生會向校方發公開信 同事拍多人的聯署信 表達分門校方洩露 張貼皮諾蔡若蓮標語的閉路電視片段 要求校長將人流道歉 請諾再開議 主持人 大學生會本來的用地 要校方在星爺晚上之前作回應 教育局應自助李思浸輝 在一個活動支持的時候 提及近日社會上 有很多不同的言論 包括大學學生會 比較良薄的言論 和網上的攻擊言論 令他反思教工作相當重要 他説 既然和代人處事重要 強調品德要放在自衛之前 為了國務,一名兩制市學業成績在保,將來以猶太大成就,或者為社會和國家作貢獻 一名59歲女子,在荃灣園園學院企圖自殺,跌落化保路損傷 消防員轉入化保路將傷者狗出送院,前方離開 三名消防員在拯救其間受傷,重院治理,陳俊明報道 事發在早上近十點半,一名女子在荃灣園園學院跌入一個發保路 消防接報到場,開一條喉灌救,救出傷者,她昏迷被送往瑪嘉烈醫院搶救 屬時發保路大概十二米乘四點二米大,新二點五米 外貌是一間接被摸,發保路外放置了黃色的圍欄,市民消醫要站在圍欄內 事發後超過兩個小時,消防繼續向發保路射水 警察官方向調查,目擊者流失沙漫 事主當時爬入善寶路,家人用水撥向女人,當時見她還有滋缸 我弟弟,醒眼見到她,爬上爬過爬河,爬過爬過時,紙磅,鑽上去 我見到那個女人的臉上向灰,即是向爐底的 我便趕快去找水救她,淋了十多二十桶,淋到消防員為止 新西南消防區長梁國柱說,在接步四分鐘後到場 四名消防員穿上全副保護裝備,燃用鋁梯,拍入發保爐內救人 但當時爬內有大量未適滅的灰狀,令消防員受傷 裏面仍然有1.5米深,仍然未適滅的灰狀 我們的保護性衣物,其實可以抵禦1000度達8秒的時間 而現場未適滅的灰狀,估計都有400至600度的溫度之間 雖然我們是有一條滅火喉在現場進來捲護 但我們同事仍然要將它們的灰狀中間 所以才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事件中有三名消防員受傷,送往人制醫院救治 其中一人送院時要用氧氣罩協助呼吸,人腳部要包紮 到下午有兩人已經出院,仍有一個人在廣南醫院立醫,懲罰穩定 有前往原原學院拜祭教市民認為,法保爐價為難不高 容易失重心,呈震相當危險,現場並沒有閉路電視 原學院行政總監梁永義說,法保爐已經做了安全措施 平時亦都有保安巡邏,雙業電台記者沈聚明報導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優騰華 在菲律賓出席元東盟經貿部長會議後表示 香港和東盟會在今年11月,簽署自由貿易協議 他說,協議具重要價值,設立香港和東盟10個國家 可以進一步打開貨品和貿易服務的新市場和擔定物料 高盟對香港的重要貿易協助,因為過往這十幾年間 東盟已經成為香港的第二大貿易協助,計中國大力之後是第二位的 他因此能夠簽訂這一份貿易協助的時候 會進一步為我們的貿易,包括貨品的貿易協助 即是打開新的市場和減低那個物料 我們希望可以在11月左右經過這十個國家,完成他們自己本國 包括所需的程序之後,在11月下一次他們的領導層級會議裡面 是介意潛住 潛住回來的主要新聞有,北韓在國慶日播出上星期核試片段 那正因要求核戰人員爭取更大勝利 何時光說,如果不及早做好安路服務和健康推廣 難以應付嚴峻的人口老化問題 不及早做好安路服務和健康推廣 時間到了午夜十二點十七分 現時氣溫二十九度,相對濕度百分之八十四 涅峻岩、琵琶醬頭淡,用新鮮果汕和草果精華 滋潤保護每把聲音 二晚,是一日的重點,亦代表新一日的開始 一個人的時候,可能會覺得寂寞,亦可以是自由自在 生活上,難免會遇到各種挑戰 例如壓力或動力,凡事都可以有很多面 跟家人、朋友或專業人士談談 亦可以打社會福利全市,二三四招,二二五 凡事有多面,正向伸視線 繼續萬間實物註冊 包含慶祝國慶六十九周年 沒有沿海界預料,最多發生大高導彈 官方旅行成功,試爆冰彈鏡典 應對金正恩呼籲核戰鬥人員,再接再禮 取得更大勝利,慶典的文藝會 開出組裝二次核彈的畫面 彭燕漢報道 北韓慶祝見過六十九周年,軍方舉行招待會 北韓官方傳媒就報道 全部令到人金正恩出席日前第六次核試 成功試爆輕彈的慶典 他説今次成功試爆冰彈,是北韓人 和北韓的時期能力膠帶 勇敢的代價揮來的偉大勝利 他要求核戰鬥人員要再接再禮 取得鄧達的勝利 慶典文藝表演的背景畫面 除了核彈爆炸場面之外 還出現身穿防衛服的建設人員 組裝疑似核彈頭 視頻顯示三名工作人員在印有輕彈致養的 而視核彈頭前,暫漢儀表裝置 南韓爆炸震動的場景 南韓國防科技師認為 視頻早出現的地形 是北韓公溪里核試搖場的大價景象 另一方面,日本防衛上小月至5點承認 北韓經已擁有核武器 在日本高官首次承認北韓提文武國家 美軍時開放日本三次機地被共同操盤 現時美軍最先進的F-35引營戰機 B-1戰力攻殺機 用此戰士的B-1攻殺機 升級獨遊關獨起飛 在陸海上空 用本航空指揮隊戰機組行建列後 飛帶三次機地 表示三次機地是距離北韓最近的美軍軍基地 眾多先進戰機都集結在這座機地 目的是向北韓展現軍事壓制力 而美國正是尋求聯合國安聯會 在星期一表決加強制裁北韓 包括私食有金運 負責監察制裁北韓加聯合國專家發表報告 指北韓繼續違反決議 在截至8月下半年內 向中國、印度、馬來西亞和斯里蘭卡等國家 非發出口煤、鐵和其他商品 總值超過2億7千萬美元 日本共同事就報導 包括中銀等多間中國大型國有銀行 停止以北韓人名義開設新帳戶 以及由已有帳戶匯款等部份交易 針對的是北韓戶照持有人 分析說中國國有銀行為免受到美國制裁 所以相繼停止和北韓的部份交易 報導指銀行的限制導致 北韓在支付食流制品的貨幣方面出現困難 今年5月至7月 中國輸款北韓的主要食流制品 就被印度連同期驗消息成本 上電台記者 何見何不得 緬甸羅興亞伊斯蘭武裝組織 約開羅興亞救世軍 單方面宣布停火一個月 以便人道組織展開救援工作 呼籲緬甸政府軍跟隨停火 緬甸當局暫時未有回應 目前經驗有近30萬名羅興亞人徒弟孟格拉 據地面臨糧食短缺 聯合國呼籲國際援手 林建偉報導 緬甸羅興亞伊斯蘭武裝造星 約開羅興亞救世軍 單方面宣布即時停火一個月 緬甸人道組織展開救援工作 呼籲緬甸政府軍來都跟隨停火 緬甸當局暫時未有回應 羅興亞人口超過100萬 他們主要信奉伊斯蘭教 上居在若開邦 是以佛教徒為多數的緬甸屬於少數族裔 他們一直被官分 始作來自孟加拉格非法偷渡者 因此不惡承認具有公民權 有羅興亞人為爭取獨立 特年成立一支名為 《若開羅興亞救世軍》的武裝組織 多度伏擊政府軍 緬甸政府懷疑部分成員 是來自外國的伊斯蘭益同志 這個武裝組織上不如底 襲擊佛教徒在居的村莊 政府軍開入約開幫掃蕩 雙方激烈加火 造成數百人喪生 不少平民亦都受到波及 引發羅興亞人蜂擁逃亡 鄰國曼加拉避難 聯合國話 在過去兩個星期 已有接近三十萬名羅興亞人徒弟 曼加拉 越來越人數會不斷上升 那麥年目前已接近飽和 並面臨兩十年 不如曼加拉提供更多的土地 興建難民收容所 又得出獲製緊急提供支援 此目前急需七千多萬美元的經費 購買應金物資 多可依上國家批評緬甸當局鎮壓羅興亞人 巴基斯坦政府存接緬甸大使提出擴見 要求緬甸政府維護羅興亞人的生存權 聯合國亦都登出擁方克制 印度總理曼零星期三 將會出訪緬甸 控告自治惡山數據會面 要將會探討今次的人道災難 四天堂社林建偉報道 地外地國安當局扣押近半年的台灣民進黨前黨工 李明哲 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罪 今天在湖南岳陽中級法院公開審理 台灣的陸委會說 目前確地李明哲的母親 郭秀巡和妻子李正宇可以進入法院停審 郭秀巡下午竟然乘載直航機抵達長沙 李正宇因為機位爆滿 遙海由台北重申機場搭機往上海再轉飛翔沙 兩人都會有律師和台機會人員配搭 以程如早前說 與其令致進審術的時候可能會逼迫言罪 由台灣民眾體諒 在台灣 郭秀部召開課程審議大會 經過大約十個小時討論 未有接受郭秀部課審會建議 決定維持高中國民民言比例為四成半次到五成半 新派程預計在一九年實施 郭教院派程發展會 營修小組建議 將民言比例定在四成至五成半 單進入教部課審會程序 就建議下條以三成為上限 引起學術界和藍年提提 只是它中國化的補充 使用國際重來控署課審會的委員 在昨日開會期間遇到進行決變 最終維持營修小組原有建議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內施說 香港面對十分嚴峻的人口勞法問題 如果不及早做保安和控護和健康推廣 將難以應付 卻說面對勞工人口收縮 會盡量虛罰 會特律不動的勞工銷力 就從已報道 勞工及福利局長內施公 代表網誌說 封日處最新公布的人口推算數字 現在再次重新社會 香港面對十分嚴峻的人口勞化 安勞服務需求增加 以及勞動人口萎縮的挑戰 長者人口更加會在2041年之後培增 羅志光說 未來安勞服務需求會迅速增加 若果不做好安勞服務和健康推廣 難以應付有關的需求 未來長者的長期接觸服務的需求 是會增加得非常快 快到可以這麼說 如果我們不能夠去及早做 我們今日安勞服務 在健康的推廣預防及早的 肆虐和介入的話 就是將來我們的整個社會 那個需求增幅之大 我們是應付不了的 他說政府一直增幅